公司為什麼要提出比法定還要好的方案 來讓你離職呢 公司只要資錢不合法 那個風險超大 你看不到東西 你就是不能夠現場簽 只要沒有簽字資錢 你都還是有寒假的空間 有興趣的可以看這集 美商半導體事件分享 大家好 我是楊哥 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 究竟是公司提供的優離方案 又香又甜 還是政府提供的法定資遣費 平安有保障呢 歡迎回到我們這集 就是要離職 我腦都還是想要泡泡浴 最近我們科技業啊 剛好在景氣比較親黃不接的狀態 公司如果要做成本調整的時候呢 公司常常都講 人才是公司最重要的資本 當公司要調整成本的時候 調整不了其他的就調整你 想說大家在這個職業的路上 一定多多少少都會遇到這些情況 就是公司如果要做人事的調整 不管是資錢還是解雇 公司可能一瞬間拿出了很優渥的合約出來 引誘你自動離職之類的 遇到這樣的情況 我們到底要怎麼解決 畢竟我們大部分都是理工人嘛 法律上的一些情況 真的沒有那麼了解 我們上一集跟美商的工程師 稍微討論過之後呢 我們就想說 看有沒有機會找到一個 真的是屬於法律上的專業 來跟大家聊聊說 在這一塊 在法律上我們到底有什麼樣子的保障 今天呢就特別邀請到 喵信律師 嗨 對 哈囉大家好 我是喵信律師 喵信律師呢 他也有一個自己的YouTube頻道 我們特別邀請到喵信律師 我們請律師稍微介紹一下自己 哈囉我是喵信律師 目前職業的期間已經達到8年了 過去有承辦很多民情室的案件 關於像養哥這樣的工程師 我們過去其實比較常遇到的 確實也是像剛剛這一種 關於合約的問題 因為工程師不太會出什麼大錯 因為老實講都很聰明啊 也很會賺錢 可能比律師也賺蠻多 我們沒有沒有沒有 我不敢 其實最常遇到也是 跟公司之間的合約 跟勞資糾紛是最常見的 合約其實除了勞資方面 還會有譬如說營業秘密 還有專利等等的問題 這也是過去常處理到的 律師本身也有遇過 相關這一類的情況 當然每個人都不希望遇到 但是如果有時候遇到的話 終究還是要尋求一些 比較專業的幫助 其實我可以講一下 就是關於律師的這一個角色 很多人的認知就會講說 是上法院打官司 我逼不得已才要找律師 但其實這個稍微落後了一點 大多數的公司 它是會有法務團隊 裡面其實也配了很多的律師 這些公司的法務人員 他不是整天在想要 怎麼對付這些員工 要跟你打官司 他其實比較大的一個功能是 所以其實同樣的思維 如果你今天是在跟 公司交涉的期間 你遇到問題 其實在前階段先找律師 譬如說去幫你諮詢 幫你評估 或者是甚至到要討價還價 要來討論說這個優離方案 合不合理 有律師的介入 那其實是可以大幅降低掉 未來的風險 我認為對於一般 我們處理過的客戶來講 他那個安定感也是差很多的 有些事情還是要讓專業的來 律師本身也算是一個 對法律會有比較專業見解的一個 對其實我們會也很常會有同樣的想法 就是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有時候 你不太懂法律的狀況下 就自己去做的話 最常見的就是越用越早 最害怕的是你有一些錯誤犯了以後 導致你將來想爭取都沒辦法 舉例來講最常見的就是 錯過的時間 法律上很多的權力主張 是有一個明確的期限跟明確的程序 你像錯的地方提出了你的主張 然後你因此逾越過那個時間 你到時候連主張都沒辦法 這是最可怕的 是 了解 真的 剛剛是不是在犯恐 我們今天要特別聊的就是說 如果當公司要把你請離開這個地方 就是你不是自己要主動離開的話 一般在法律上的見解 大概會有什麼樣擊中的情況 首先第一個 大的分類就是說 你是自願還是非自願 其實剛剛雅哥提到的是屬於非自願 其實像非自願的離職這種情形 最主要法律上就分兩大類 那一個是解雇 然後另外一個是資遣 那其實解雇這件事情 大原則就是 員工通常是有犯錯 譬如說他有詐騙公司 還是說他有違反勞動契約 或是工作規則 而且牽結嚴重 這個走的是解雇 如果走到解雇的話 而且公司它的舉證也很充足 員工絕對是沒什麼好說 就是像資遣費 這個大多數是最重要 大家會最在乎的 其實像解雇的話 等於就是說 進了這間公司之後 然後你可能會有一些 你幹了什麼大事 嚴重的大事 公司覺得說你並不適任 我之前還有聽到說 像是他的履歷可能是造假 對學歷造假 這個就可以解雇 資歷是造假 等於說跟你一開始講的情況 並不一樣 這種現象的話 那公司等於說可以直接依法 告訴你說 其實法律上列出來幾種 情形比較嚴重 都比較少見 譬如說有對員工或主管實施暴刑 哦實施暴刑 這當然有 這一般人都知道 所以解雇的話 它在法條上面 它是會直接定義內容說 你如果做哪些事情 是負荷公司可以直接幫你解雇掉的這種情況 總共在講有六類 那它其實在勞基法的十二條裡面有 那有一些比較明確 像剛剛講到實施暴刑 還有就是你沒有正當理由 你就無故礦工三天 這也都是比較明確 但是一般來講 會走到這種地步是比較少的 比較常見的就是說 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 清潔重大 這個反而是在實務上 比較被查拿來使用 因為也比較模糊 對因為勞動契約 或工作規則是公司訂的啊 將來產生問題的時候 有時候就是說 公司這個工作規則 好像是我進來公司以後才改的 那它可能就一直變一個 術上分量線 會不會就是公司把你弄走之後 才特地改的工作規則 對因為其實 如果是要用工作規則這個的話 當然還會有衍生一些問題 雖然是公司這邊片面可以改 但是它改如果公司達到一定規模以上 它的要改工作規則 是要得到主管機關的 就是要去做相關的報備 不是說我改了就當然生效 它還是會有一套流程 可是像工作規則 在主管機關那邊 我們一般人查得到嗎 去申請是查得到 但是如果是有沒有那種公開網頁 這個目前不太確定 所以這個還是有一點難度 但是至少你跟你公司要工作規則 這個是一定要的到 而且公司如果不提供給你 這一定有問題啊 我要遵守你的工作規則 工作規則你不提供給我 所以這個證據要留下來 就是說公司不提供工作規則 對對對對對 等於說你沒有一個規則可以去醫學 你說我踩到這樣子 好像就太過分了 因為實務上有一些用這種理由來解僱 最後那個員工這邊有辦法提告勝訴 譬如說確認僱用關係存在等等的 有辦法勝訴 像你剛剛講的這種狀況 就是公司它在修改工作規則 沒有公告周知 然後沒有經過書管機關的流程 因而讓員工這邊救濟成功的 這是有案例的 平常我們一般在外面工作的 可能都會覺得說 好像公司說了算 但是如果我們遇到的情況 但我們覺得它這件事情不合理 或什麼的 我們是可以怎麼做 在我的立場 我直接講找律師資訊 好像是我在鼓吹大家 對 但是第一個最重要的 就你只要預見 將來有可能產生紛爭 而且這個紛爭是你跟公司 也許沒有辦法 好好坐下來談到解決的 你已經有這個預見的話 那當然第一件事情 一定是先收證 證據一定是想辦法先 收集充足 當然如果你能夠在前階段 就知道自己將來 假設談判破裂 你有哪些法律上的權益 如果這前階段你就先知道 譬如說你有問過律師 還是你有上網做過足夠的功課 像你們就做了很多的功課 就勞基法你們也都略質疑了 都蠻懂的 你知道了以後 你在用這個對應到的法律規定 去收集你的證據 那個會是最有利的 律師剛剛提到收證的部分 那我們就是專門說去 好好收集說 我們都有好好在工作 或是我們有准事出缺情 這樣子的紀錄 這樣子就可以了嗎 還是說我們要做 怎樣是更全面的收證 這也是很多當事人會犯的一個錯誤 就認為說我要收證 我就指望對自己有利的收證就好 甚至在跟律師在做諮詢接洽的時候 甚至都已經到委任律師的階段了 他對自己不好的那些東西 他已經知道了 但是他沒有提供給律師 這種時候最害怕的就是 你一開始不提出來 結果上法庭對方提出來 被對方打臉 這個其實反而是更糟的狀況 針對一個事情 老實講 我們在看事情處理問題處理久了 一定會發現很多問題 他不是非黑即白 他用不同的面向 用我的角度是一套解讀 用你的角度是另外一套解讀 所以即便公司提出了一些 看起來像是對你不利的證據 也許是上班哪一些東西表現不好 這時候我們要想的 不應該是說怎麼迴避他 我就還是說我只要說服好我的律師 我的律師相信我就好了 很多人會這樣自己欺人 就是來律師這裡尋求認同 但是其實不對 因為你今天上到訴訟案件 法官他兩邊都會參考到 所以如果是對你不利的 你越早提出來 我們才有辦法 越早先去準備 我們可以怎麼樣一個說詞來做回復 其實律師是最不相信你的 對這真的很重要 就是律師其實老實講 我認為這個職業 我沒有那麼容易相信人 這是真的 因為尤其是你上了法庭 你會發現胡說八道的人很多 那你怎麼會有辦法確保說 今天來找你的人 他就百分之百會講真話 像我自己假設楊哥今天來找我諮詢 他有時候講的東西 如果我覺得 好像有點避重就輕 我是會 我會想辦法去戳破他 我的說法很簡單 當然這時候當事人可能會 因此會覺得說有點冒犯 但我會講一句說 你講了我雖然相信你 可是你要想的是說 如果這些問題我都注意到了 將來你變成法官來審理 他也會注意到啊 所以我是在 你希望在會議室裡面被戳破 還是希望在法庭上面 上法庭被打臉 超級難看 而且有些法官是會電人的 法官你在距離可能會有一個型態 但是我們看到法官有一些 是會把當事人罵到哭了 這是有的 所以有的法官很兇的齁 大家 員工這邊真的有狀況 然後公司走了解雇這樣子的流程 然後我們可能也不會有一些 對應的離職相關的福利 或者是說政府相關的一些補助 另外一個情況 可能是大家比較常聽到的 所謂就是之前 一般說我們都很認真的在上班 然後盡量不要讓自己犯錯 公司就會沒有辦法資錢我們了嗎 並不是說你乖乖上班 公司就一定不能資錢 公司他也是一個民間的企業 他也有可能會因為成本太高 導致他自己破產 這也不會是法律希望看到的狀況 所以其實法律上保障公司這邊 他能夠去做資錢 就譬如說他有業務的緊縮 或者是虧損或業務性質變更 或者是另一種其實是員工雖然沒有犯錯 可是員工可能真的經過評估下來 對於他的這一份工作不適任 這其實也是可以構成資錢的一個理由 所以像前面講到的什麼業務緊縮或是虧損 可能就是大家在電視上面比較常看到 或是像現在這種時期 當公司營運狀況開始越來越糟 然後進入到虧錢的狀態的時候 等於說這種情況下公司就會有合理的理由 做員工的縮減這樣子 對 但這一個部分要特別提醒 有時候我們事後去檢視會發現 這好像是一個公司的話術 就像公司我們當然很常會聽到說什麼 共體時間 所以因此怎麼樣怎麼樣 最常見的公司會犯的錯誤 他把這種一時性的虧損 或者是公司營運上面的氮旺劑 比如說氮劑因此有一些些微的虧損 他把它解讀成是一個 所謂我們之前規定裡面的虧損 那是不一樣的 之前的這個虧損 它是要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我們事後發現說你以業務虧損或是說 業務的緊縮做這個理由來去之前員工 結果我們發現說之後過沒多久 還有再招同樣的員工 你還是有這個人力的需求 這時候員工提告是有可能獲得勝訴的 這個法條它並沒有真正去定義說 到底是我這個禮拜虧損 還是說我這個月虧損了 還是說我真的好幾年都是虧損 那我先舉一個之前蠻大間的公司 就是某一家航空公司 反正就是我們三大還是兩大 裡面其中一家 那當時就是移一個流 而且是在肺炎之前的事情 它在一百多年的時候 那時候有大量的資遣掉一批的空服員 結果呢 它隔了一年 它又重新招考了一批新的空服員 而且量還差不多 前面那一批被資遣掉了 那幾十個空服員 他們就串連起來去提告說 欸你看吧 你講說你當時業務緊縮 結果你隔一年還是招了同樣的人力 顯然你當時業務緊縮只是一時性的 或是根本就只是在糊弄我們 我就提告 就提告打這個官司 因為他們累積金額蠻多 他們打了我記得應該有到三四年 最後是第一批去打的 就通通都勝訴 勝訴的話就是這三四年累積下來的薪資 全部都可以拿到 今天如果公司隨便去做資遣或解雇 結果發現跟法律要件不相符的話 它的這個資遣或解雇是無效的 無效的話就等於說 我跟公司還有契約關係 就是一開始公司答應你要付你的錢的 那個契約關係還是存在 只是它沒有叫你上班而已 但是它理論上還是要 還是要給你錢 因為就是你自己不派工作給我 是你叫我不准工作 而且法律上它的規定還講到是 你今天因為公司它無故把你fired掉 導致你沒有辦法進去公司上班 之後你請求這一段期間三四年的薪水 你可以要 而且法律還有一個提到一件事叫做 員工他沒有補服勞務的義務 你不用回去把過去三四年沒做的事情 去把它重新補做 但是錢照理 換句話說就是打官司這件事情 如果公司他做的不對 員工你也評估過後有很高的勝算 就是你在家裡在那邊泡咖啡整天耍費 什麼事都沒事做 車上期間的薪資公司將來還是要給你 最近科技的狀況比較不好 那大家相信看新聞啊 或是甚至看我們頻道 也都有看到這個 美商現在正在祭出非常好的優惠離職方案 可能有高達12個月 或是甚至到15個月以上 以我們接觸到的情況啊 公司可能會用滿突擊的方式 就直接提供這樣子的方案給你 然後要你當場去做選擇之類的 我們就是想跟苗信律師這邊聊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為什麼美商要提出這種 優於勞基法的方案呢 這幾個月很多欸 他們是真的是錢太多嗎 錢那麼多還需要資遣人嗎 遇到這種情況我們該注意些什麼呢 首先是員工這邊的立場啊 就你簽下去 可以了解的是你簽下去的機會成本嘛 就你簽下去你喪失了哪些權利 那當然第一個就剛剛講的資遣費嘛 所謂標榜那個優離方案 當然第一個一定是他會跟你說明說 你的資遣費這樣算下來是多少 我現在提供高於這個法定的資遣費 那當然還有第二個要留意就是 失業補助 失業補助的這一塊就是會有六個月 是用你的薪資的六成 所以這是第二個可以評估進去的 那我相信啦 就是公司這邊提出來的方案 他一定是要標榜 就是要比這兩個加起來的 數字還要來的大 這是第一點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說 在公司這邊的立場 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動機 大家最關心的應該就是說 公司為什麼要提出 比法定還要好的方案 來讓你離職呢 就是關於公司為什麼會提出這一塊 其實很大的原因會跟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是違法資遣這件事情 所謂的法律上的資遣 只要符合法律的要件 我公司說了算 你資遣你該滾就是要滾 對 但是如果我今天是合意 終止我們的勞動關係 這個就跟資遣沒有關聯 他簽下去你也不會再有 其他法律的資遣費或事業補助可以領 所以他公司這邊要擔心的是說 假設你之後不同意 我用資遣的方式 片面的來把你資遣掉 他也要擔心說 我這個資遣會不會變成不合法了 那資遣如果變不合法或者是無效 尤其是像剛剛雅哥講到的是說 公司這麼有錢 提出了優利方案 那代表公司是錢不夠或虧損嗎 這個一定會讓人家懷疑 所以如果員工被資遣後有這樣的顧忌 去做相關的蒐證 在實務上最常一個對員工有利的證據就是 今天我把我這個職位給fired掉 會不會過一陣子補了 同樣職位補了一個新的人 甚至不是補新的人 我們在法院的案件有看過 公司沒有補新的人 但是找其他部門的人來支援這個 原本職位該做的事情 這樣都算是 也會導致公司的資遣 有可能被認定成是不合法的 也就是說公司他如果真的要跟你硬幹 他沒有辦法獲得你用錢的 但是他還是想要把你fired掉 那他走法定的資遣 他其實也要擔心說 會不會公司將來去做這個主張 等於說如果公司他一定要消滅掉你這個成本 然後要你走他用一些比較硬幹的方式把你資遣掉 本身他也是會有風險要考量的 這也會讓公司變成綁手綁交 我相信公司的法務 他們一定也會知道這件事 所以他會去提醒公司 你將來我們過去的案例看起來就是 你如果補新的人 你可能這個資遣將來被認定成違法 那會不會讓公司變成說他不敢補新的人 而且新的人我相信如果同一個職務 他把原本的那一批fired掉 老屁股fire掉 他補進來新鮮的肝比較好操控 然後搞不好薪水又可以壓比較低 導致沒辦法做這件事情 這一定 對等於說他原本打算的策略都會被卡住 他公司提出一個比勞基法優渥很多的方案 其實他就是要降低說他未來 資遣不合法的風險存在的 對這絕對會是一個很重要的考量 公司這樣子提出來然後讓你簽下字 等同於就是雙方合議 你就是願意接受這樣子的金額 幫助公司降低成本 公司也覺得他提前付出這些金額讓你離開 為了他更長遠的成本的降低 他們也OK 所以這算是雙方合議的一個結果 其實雙方都接受 我們就比較難去談什麼公平不公平 你如果是在意識狀態正常的狀況下簽字的 你就很難事後去講說這個不公平 然後要去撤銷還簽約就比較難 我們一般聽到或在網路上面看到的情況 就是都會講到說公司在之前的時候 他就是會當天忽然間突襲你 就是跟你說某某某 那個等一下我們去會議室開個會 你東西記得帶一下 蠻重要的會 那就我們當然也就想說 對啊 馬上在公司開會就很正常嘛 東西搜一搜 然後就拎著家當們 來到了某一個會議室進去了 結果一進去人資也在 老闆也在 他們可能就開始跟你講說 OK我們現在有一個方案 就是這種非常非常突發的情況 在這種當下公司提出了不錯的條件 我們可能現場在那個會議室裡面 遭遇到說不管是HR 或者是說老闆這邊的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是需要當場就去做決定嗎 還是其實我們是可以跟他說 你這個合約我要想想 甚至可以跟他們說 我想要錄音之類的 這個是可行的嗎 絕對是可行的啦 只是你自己要抵抗得住那個壓力 因為我相信那個什麼人資或老闆 或者是其他的同事長官 跟你一定有一些前面在啦 你要在那個當下他提出 他好聲好氣的跟你講 然後你講的時候 我想要回去想一下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在看對方 有沒有一些不好的企圖 就你要讓這個時間延長 看一下他的反應 這其實才最準 但是目前我們剛剛提到的案例 還有Dcard的一些經驗分享 好像多數的工程師還蠻多 就很單純就簽下去了 但是目前是沒有案例看到 願意拉長戰線的啦 如果你有拉長戰線經驗的朋友 請跟我們聯絡 但是我之前講就是 我們實務上過去看到的例子就是 如果你有辦法撐得越久 通常領的一定是比較多的 在當下我們看到那個合約 其實像是HR或者是說 他們現場可能都會提出一些說法 就是說我們提供這方案很棒了 那如果你不要的話 我們走法定的 可能就只能多少個月 三個月或四個月之類的 可能都會有一些現場的說法 希望讓你趕快簽下去嘛 在現場的話 就你的法律專業 你會覺得說 我們現場可以做些什麼 首先是當下 對方要讓你簽這件事情 我認為在公司方 這絕對是一個策略啦 某程度也是一個玩弄人性的一環 在開會要資遣你之前 他沒有先讓你做任何準備 你想要看你過去 你在公司做任何大事情 大的會議之前 會不讓你準備嗎 所以這個某程度 你對於公司的企圖是要有打上一些問號 當然你最後選擇相信你就退場 今天這一段話你就當作沒看到 沒關係 因為你簽了 我就沒什麼好講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說 好那你現場有沒有辦法不簽 當然絕對可以啊 你現場不簽 當然第一個說法就是 這終究是一份契約 這是一個這麼大的決定 我難道不能夠帶回去看一下嗎 當然在這一種 之前的這種契約裡面 法律上是沒有明定一個 什麼契約審閱期 但是法律上有明定的契約審閱期 譬如說像是你要買房子 這個就有明確的契約審閱期 就是他說五天內 你一定要帶回去看完 但是因為這個沒有 所以這也是剛剛講說 這個公司玩弄人的建議一部分 因為法律上沒有要求他這麼做 所以他當然希望你趕快簽 就以免夜長夢多 既然法律上有些契約當中 會可以讓你帶回去簽 所以代表這件事本身是合理的 所以其實帶回去簽 這個絕對是 我認為是絕對是站得住腳的 那如果說這時候公司的 感覺有種暴跳如雷 這時候你反而更要懷疑工資 是不是有不安好心 如果說你帶回去 你會面臨的風險是什麼 確實就有像楊哥剛剛講的 如果公司就是比較壞的 比較不理性的 他可能就是你帶回去 那他就開始走這個 法定資遣這個流程 可能就是會很明顯的說 如果用資遣費算給你 金額會比較低 但是要留意的是 這中間其實還是會有一些時間差 因為公司要走到資遣 我們剛剛講要有這些要件 他要有充足的東西來支撐 他才能夠走資遣 除非是你被交進去的時候 你就已經知道你歷年來 你的考級都不良好 如果說你沒有到這麼的沒有自信 其實你多把他帶回去 多說我兩天後再跟你們 這個時間討論可不可以 那我想公司這邊也許會有一些擔心 你可以給他的承諾是說 那我可以保證這件事情 我不會跟員工散佈 那我想這也許可以是一個 跟公司談的條件 那帶回去再來研究 或是請教專業的律師怎麼樣 這絕對都會是比你在當下欠 會讓你保有更多的選擇 其實先不用講到什麼法律權益 我認為在這種簽了以後 大家其實會有一個心態 假設發現身邊有人一樣 一定會想要去打聽一下幾個月 因為每個人的方案 我相信不會全部一樣 如果你只是單純想要說 你覺得對公司有一點不滿 有一點不限公司 然後你或者你就只是單純想要 再多拿一點錢 覺得這是一個對自己比較合理的保障 比較對得起欺小嘛 我還有人要照顧嘛 那你想要多拿一點錢 其實你在那個當下 你不要直接做決定 對於將來能夠拿到更多權 其實是比較有機會 在那個當下環境 只要你的想法對 勞工算是比較是站得住 對啊 那個時間點 你只要沒有簽字之前 你都還是有寒假的空間 排在你的手上 可以決定要怎麼做 但是重點就是 你要頂得住那個壓力 就是跟他們說 我現在就是不想簽 我要回去看 是我的話我可能就會講到說 這個東西因為很重要嘛 然後我真的對法律不懂 我就表達出我自己的無知 通常在現場 因為我們看到的就是一份合約 基本上就有簽或不簽 這樣子的方案嘛 但是現場的時候 HR或者是說主管 或是相關人員 它可能會有一些說法 理論上這些口頭上的表達 是也可以成為契約的一部分的嗎 可以 但是應該是說 它會成為一個證據嘛 但是如果說要變成一個 有拘束雙方效力的東西 那必須要達到合意的地步 就是說我口頭 它有談出一些條件 我們即使還沒有寫下來 但是已經很明確從 我們的對話當中 也許有錄音 還是有訊息的來往 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起碼針對某一件事情 有達成合意 有達成共識 只要證明得出來 它都還是會有 相關的法律拘束力在 錄音這件事情 在那樣子的場合裡面 我們是可以直接這樣做的嗎 會不會有任何違法的 原則上呢 我們的法律規定就是 會構成竊入的刑事責任的前提是 我偷錄別人的錄音 你自己沒有參與 對 所以我今天跟你在這邊開會 我其實錄音原則上都是合法的 當然個案當中有一些特例 譬如說有討論到 營業祕密的事項 還是什麼樣各資法保護的事項 那可能也許會例外 有些資料不能夠用 但是大原則是你只要參與了這個對話 原則上是可以錄音的 等於說這也是算是證據的一部分 我覺得算是蠻重要的一個點 大家可以 很重要啊 之前很多人都會在問說 可不可以錄音 或是說在諮詢的時候 有些還真的蠻客氣的說 律師我今天跟你諮詢可不可以錄音 其實老實講不用你說 我們律師在跟客戶諮詢的時候 我們都已經假定 你是有錄音的狀況在講話的 是